今天是11月17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5分 我们来看券商 券商微跌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不要减仓 还是该加仓 他现在在五日均价限制上 接下来会怎么走 还有 券商板块 核心焦点看点在哪里 如果大家对当前盘看不懂了 仔细听 分寺图有意思找盘快速冲高 你要右是吧 急速跳水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割掉 在这个位置追高 在这个位置 那就很郁闷了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今天的这个 分寺图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 异动 那么怎么理解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很正常的一个 冲高 怎么看呢 这里一个大阳线突 那么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吗 出现大阳线的时候 往往是什么 新周期 那么新周期的话 给大家逢低去关注 你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对吧 因为现在这个板块轮动很快 追高 容易 冲高 回落 券商也是如此啊 所以券商在这个位置 调整 在这个五军下 现在这个位置 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博弈 DC 前幅 一旦对了 想一下 来了一个大阳线 突破 那么下个目标不就是1336吗 这里完全也是可能性的 比如说没有 只不说啊 券商在这个位置 确实很尴尬了 一个他在上方这个平台 存在着 什么 压力 另外一个在这个五军下线 又存在着支撑 所以他向下都是有着可能性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好办 什么意思 手中有票的 你的票在低位上去的啊 利润比后的 是吧 在这个位置就该减仓了 如果没减仓的话 那么大家也不用急的啊 他只能够守住五军的线 你可以继续看多一下 能够守住啊 不要轻易的下车 守不住了 那么你该出的还是要出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券商的个股 目前有 多支票是红盘的 但是整体来看表现 一般 对不对 那么第一创业 今天 涨仆取钱 涨了两个多点 这个我觉得是轮动啊 什么意思 看到这里 这个昨天一个调整 今天一个长阳冲过去 这里有反暴的走势 但是反暴你敢追吗 肯定不敢追啊 对不对 为什么 看前面 这个位置 压力很大 下面支撑 这里是支撑 这里是压力 一追 高位不就被套了吗 对不对 一追 上方的压力一打的话 那么冲高回落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 就是说啊 无辱均降线 这个位置 你能够守住 对吧 能够守住 那么你可以考虑做一个 低吸 守不住的话 该跑的也是要跑 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轮动 所以在这参与过程中啊 大家去追高的话 一定要拼谨慎啊 否则的话 你就高位站岗了 天峰正确 这个是近期啊 表现比较强势的一支票 他趋势开始走 怎么 上上了 这里一路下跌 看没有 一路下跌 好 现在是守住的无日均加线 那么无日均加线 就变成了强制称位 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原理啊 我告诉你 无日均加线能够守住 不要轻一下车 但是 这里 这里是低点 好 这里已经到了前期 高位 对不对 如果盘中有吉拉 你在低位上车的 你有获利盘的 最 啊 利润巨大的 大家可以考虑先跑为快 这个是没没问题的 没错的啊 还有就是 目前市场 这里存在的一个什么 这个票的话 存在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吗 他现在在涨的话 就逼近上方的一个强压力位 这里 但是近期是放了量的 但这个量能相比前面这个量能 他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啊 就算他马上冲 你也不能轻易的去追 一追的话 那碰到上方的压力 一打 那你不就高位站岗了吗 就是 所以上这种票的话 你只能去做一个啊 做一个潜伏 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啊 哈头股份 哈头的话 近期走势啊 可以说非常之不错 对吧 你后来大家看 他连续的走 前走高 但也是 面临着高位的压力 啥意思 这个位置啊 对不对 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压力区间了 也就是 这样我们理解 下方 支撑上车 这里越往上走 越 毕竟上方的高位 大家越要小心了啊 他随时都有可能 往下调整 那么他的区间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相当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压力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被打 那这个票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 你就留一下这两条线就对了 下面这条线和上面这条线 不要不要那么纠结 对吧 到这里考虑跑 到这里上 然后呢 他的优势也很明显 又是什么 大家看这里流通值109亿 总市值106亿 所以他的盘子是比较少的 在券商里面是很少的一个盘子 后期的话 存在着一个什么 拉伸的预期 但是拉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他整体的股性啊 不是特别好的 每次都冲高回落 你要这个持续性 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那在操作起来 是要 还是要谨慎 相财股份 这个票 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一个大高开 以后被砸 其实这个票 大家注意啊 作为这一轮的核心 作为这一轮的龙头 今天没有被暗死 那么资金啊 入场的意愿很强 这里震荡了以后啊 随时都有可能 再次拉伸 你来反暴 那对准票啊 大家就应该重视作为核心 作为龙头的话 后期啊 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还是有点潜力 他一旦出现反暴 那像这种票的话 他就应该会什么 走出一个近期连续拉伸的走势 可能会有一个翻翻的走势 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说过 对吧 想参与的 逢低 分失从低点去博 博对了 就吃大肉 博错了 他也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冲高 给你做一个止损 亏损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就值得去跟踪 因为他是什么 核心 他是龙头 龙头股啊 有些话怎么说的 有几条命死不了 对不对 还有他的优势也明显 看这里的流通值 106亿 还有这个总市值268亿 所以说他的盘 市值是比较少的 后面的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一旦出现反暴 你想想 他会不会走出一个方 方方的走势 或者一个强势的一个走势 对于接下来走势 我看好他啊 去攻击昨天的一个高位 这是大家注意的 华安正确 华安正确的话 这个是近期的超跌反弹 表现比较好的 你要走趋势啊 这个票有意思 每次这里打 这里打 快速拉高 他还没有 他趋势很明显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高位的压力 区间 怎么办 看戏啊 对不对 已经到压力位了 看戏啊 要不有票的出货呀 等到他调整到下方来 哎 我在接啊 这种明显的一个 一个节着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票的话 没必要纠结的啊 这个是考虑出货的时候 而不是考虑加仓的时候 光大证券 这个是人气票 核心票之一啊 这个票怎么理解 这个票其实好办 逢低关注 逢低上车就对了 全商板块整体走势 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作为明星票 大家看昨天被压 今天在这个无均下线 这个位置 只要能够守住无均下线 大家是可以考虑上车去博弈的 当然啊 他上方也是有问题 你存在大压力 这个位置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 这里都对 这个位置压力非常大 一旦 过不去的话 那么回踩确定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那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这个票 手中有票的 在这个高位 尤其是那个掌停的这个位置 随时准备 跑路 跑路啊 随时准备跑路 当然啊 他要是在这里出现一个长阳放量 突破过去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可能很多朋友说 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股票 尤其是做短线 也根据成绩量 根据当前的一个盘面来判断 不能一味的去什么 去去 易营啊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从技术方面来说 他还有走强的预期 所以光大证券在这个位置 还可以看一下 他只要守住无捐线 没必要轻易的去看空 去做空 这里啊 我们来看 今天的盘面 整个券商板块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头部券商在砸盘啊 头部券商在下跌 东方财富 包括中金公司 中心证券 这些都没有起稳 所以这是关键 大家看 起码东方财富在这个位置 要站稳 什么意思 东方财富 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 前期 在这个时候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的反弹目标是60年线 现在到了60年线 因为在这个60年线 这位置存在了一个压力 现在促进一个回调 所以大家记住啊 东方财富这个票 一定要站稳后 券商才会有可能 赢了一个进攻 但我觉得 他在这个位置的支撑 还是比较强的 在这里再次去充 60线的可能性 大大增强 所以说也没必要纠结啊 在这个位置啊 调整后 我觉得他仍然有机会去冲高位 去赢了一个反弹 反冲 还是可以的 中信证券也是一样的原理 他要起稳啊 大家看昨天啊 回踩 今天再次回踩 其实这个位置 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前期的平台位置 压力比较大 对不对 从这个位置 调整震动以后 他能够守住无均线 在这里再次上涨的话 突破平台 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22 所以他空间潜力就会打开 对接下来行情 有很大的一个支撑 那么他一旦走稳的话 那我觉得券商板块啊 整体的走势就前了 所以这里的调整 不要怕 不要慌啊 只要能够守住无均线 我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 迎来一个大阳线 再次往上冲 突破这个位置 那么突破以后 他的空间就是上方的125 1256这位置 空间就完全打开了 那这一波大波段 吃大肉的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券商 这个位置 起码我觉得不能轻易的去 看空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